朋友好啊 继续分享新版的实水实说 我们昨天说 1958年军内批教教主义 彭德怀 邓小平 陈毅 这几位呢 批素欲 倒素欲 对他们各自来说 都有着非常非常清晰的 重大的 现实的利益 和未来的仕途利益 那么 唯独是这个 全身心心投入其中的 内容针 没有那么大的现实的利好 我们说内容针 为什么咬着素欲不松口 非得 至死地而后快 不过呢 就是为了报1954年 这个被取而代之的 这一见之仇 不过是发泄自己对华东 曾经的这个战神的 羡慕嫉妒 和切齿的恨 而已 但是 就是这个 新仇旧恨的 他都能如此的 投入 和卖力 所以尽管我们觉得 他意义不大 素欲在 还是倒下 对内容针来说 但是在整个 整素欲 倒素欲的过程中 这个内容针 那可真是 咬牙切齿 自自见血啊 给大家分享 内容针 158年 经委扩大会议 后来 经委扩大会议上 内容针 批素欲的 这么几段 啊 内容针怎么说呢 内容针说 现在说到 素欲 同志的错误 我同样同意 同志们 同志们 对他的 揭发和批评 在第一次发言中 大家揭发的一些事实 也都 他都讲了 但在重要 关键问题上 一划而过 现象罗列多 没有接触到 本质问题 虽然也戴了个 资产积极 个人主义的帽子 但是这个帽子可大可小 弹性 是很大 第二次发言是有进步的 也接触了一些 本质问题 我表示欢迎 但我觉得还挖掘的 不够深刻 也还没有完全 向党交心 过去的不假 从大家的发言 和素欲同志最近的思想动态来看 第一 他认为他的个人主义 与萧克的个人主义不同 因为萧克呢 有宗派活动 他没有 我要告诉 素欲同志 人家批评你向军委 国防部争权 你讲不是为自己争权 而是为总参谋部争权 这是个多么响亮而有力的动员口号 不过他没有得到总参谋部同志们的支持 相反的遇到了抵抗 因而他就不能不从总参谋部以外 去寻找同情者 他在军委成员中间 和中央负责同志们面前散布对彭总的不满 甚至哭哭啼啼啼 好像受到委屈死 但司马昭之心是路人皆知 这聂工真的发言 接着说 他的缺点 这素欲 他的缺点就是陈毅同志所批评的 因 因 因就是因因沉沉的意思 告阴状 告阳状 到处散布对彭总的不满 都是因 至于因到什么程度 那是要素欲同志自己做结论了 所谓阴 就是不在阳光底下做事 事情 也是见不得阳光的 一个接着这个内容认认 上安上下啊 就是内容认接下来这个发言认 这个上的一个纲啊 这个应该说对最后素欲问题的定心 这个起了非常非常重大的作用 内容认说 一个普通人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他可以做小偷 偷人间一点东西 作为总参谋长来讲 有了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就不是做小偷 而是要做大道 大道道国 这内容真啊 总参谋长 有了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就不是做小偷 而是要做大道 大道道国 所以许多同志批评 素欲同志啊 极端个人主义 已发展到严重的地步 和具有危害的危险的性质 意思就在这里 过去我对素欲同志也是认识不足的 我认为他很忠厚 经过考验 有战争经验 有一定的能力 是一个很好的助手 他就从来不承认素欲是个统帅 是一个很好的助手 大道总参谋部工作一段时间后 我发现他对工作极不负责任 开始我还以为我的领导有毛病 你这素欲 这个内容真 你看真是正宫干部 你这些话说的 这些用词 这个分寸 把自己摆的位置 把素欲摆的位置 你干的再好 你也是个很好的助手 在总参谋部 我发现他对工作就开始 我还以为是我的领导有毛病 你看 你这些内容真把自己摆的 没有发挥他的积极性 以后呢 又发现他宣扬自己 诽谤别人 才认识到他有毛病 我没有向他这种思想和行动 进行正面严肃的批评 同时对他这种毛病和危害性估计不足 因而知道这次大会 对他的揭发和批判 从整个历史贯穿起来看 才真正认识到 素欲同志的凑本质和真面貌 你就是你用真 这三段 我就摘了这三段 你就用真关于 这个素欲问题 这三段发言 这太狠了 这用北京人话说 骂人不带脏字 这要搞死人 你看 真是你看他不动声色一般 但是你看 他所有的东西 全部都涉及到 并且 就把素欲 就把素欲的这个被批判的这个角色 素欲已经就给推到了这几脚杆了 推到了绝对的 这定性 多重 我说怎么样 毛主席要是看到了聂荣真 这个发言 我相信他老人家一定会很失望吧 这宁荣真多厚道啊 这是1958年的事 20多年以后 1979年 因为58年批军队教权主义 而蒙渊是21年的这个素欲 曾经对自己的这个案子 当年58年这个案子提出了申诉 素欲的这个申诉当时得到了朝中啊 两个元老重臣的支持 谁呢 79年的时候 一个叶剑英 一个陈云 80年 正月啊 这这个提出来之后 得到了两个老人的支持 位高权重的两个老人的支持 素欲似乎呢 是得到了鼓励啊 也被说鼓务 于是呢 80年的正月里面 就80年 这这出正月里面 这个素欲呢 为了自己的事 竟然又低三下四的 主动的登门去拜访内容真 见了面没别的意思 给聂老总拜年 然后呢 就提到了自己当年58年的问题 然后就说 求求聂总出面 说说话 啊 素欲 当年为自己的事都 都到这个份了 那么当时呢 在他们家里面 人家容真怎么说 聂容真大过年了吗 是不是 说两句什么拜年坑也得 人家 人都这样了 是不是 来看人家聂容真怎么说 聂容真说 这个事应该解决 当时上纲上线太高 等报告送来后 我会说话的 你回家吧 就把素欲给打扫 你看他说这一句话 当年上纲上线太高 这件事应该解决 这件事应该解决 等报告来了以后 我会说话的 这素欲啊 高兴得不得了 哎呦 说聂总 不计钱钱啊 还要说话 人家要说话 那最后呢 这个聂容真还真没 真就没食言 等到当时军委副主席的 杨尚昆 再就这件事啊 征询聂容真意见的时候啊 那时候杨尚昆不是军委副主席 那时候杨尚昆80年 是军委秘书长 杨尚昆就这个事再征询 这个聂容真意见的时候 说一下聂总 不是这个宿总啊 这这这 申诉了 是不是啊 要犯案 这个事 哎 征求这个杨尚昆 意见的时候 杨尚昆果然就 对杨尚昆说话了 杨尚昆说什么呢 杨尚昆说 我考虑考虑 我考虑考虑 嗯 同是四川老先 又是刘法的牌友 那么当初呢 58年导宿域的时候 同仇敌害 再加上九亿灾事件以后 聂容真 黑起当年自己的军团长 施长 这个林彪 不商量 啊 晚年的这个 丽容真呢 和这个邓小平 这两个 他把他政委 啊 这关系 更上了一层楼啊 啊 当时两家 关系好到什么程度 今天啊 你送了一碗豆花 明天我赠你 一坛泡菜 就这个 九十高龄的时候 还能把放了 四十多年的杨尔肥刚 啊 聂容真 有个腌肥刚 说在他们家放了四十多年 看到个四十多年腌肥刚了 聂容真说 哟 送给小平吧 他抽烟 四十多年腌肥刚 送过去之后 换来了几天以后 王瑞林 正要评论 秘书啊 王瑞林 来电话 请转告 聂帅 小平同志 那个烟灰肥刚 用的很好 嗯 哈哈 好 用的挺好吧 有了设计师 小老乡 留法的牌友 啊 啊 这个 还是什么设计师 啊 啊 当面买账 和背后立体 那么在给肃毅平反的问题上 聂容真是寸步不让 坚决反对 什么你胡耀邦啊 叶剑英 陈云啊 你什么 什么杨尚坤 谁的面子我都不给 哎 我老帅 谁都给 谁的面子我都不给 直到肃毅含冤去世 聂容真 关于肃毅平反这个事 还在考虑之中 还要考虑考虑 嗯 所以 别人不说 单人说啊 就对这个肃毅 啊 这个聂容真 竟然能够厚到 到这种程度 啊 你也就难怪 你也就难怪 后人 评价聂的时候 很多人诟病他 说聂容真 这个人小心眼 特技 虫 你就怪不得我们 这么 评价你 聂容真了 是不是啊 哈哈哈哈 啊 那么 说聂容真 待人不厚道 我们从他对待 苏玉这一点上 我们确实 看到 看到 聂容真 真的不厚道 那对苏玉 不厚道 对别人呢 对别人 就厚道了吗 啊 别人继续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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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